火辣的太陽出門 沒走幾步驟滿頭大汗 能包住的地方已經都包起來 還是可能曬傷 每天從正午11點到下午3點 是一整天當中紫外線 最強烈的時候 在這時候 主要在像這樣子 沒有遮蔽的環境當中 暫超過30分鐘 就有機會可能曬傷 曬傷不只會疼痛變黑更嚴重的 根據英國研究 連續曬傷五次 會讓皮膚癌的風險暴增兩倍 長時間的曝曬紫外線 它容易可能會改變 我們皮膚細胞的DNA DNA的破壞如果長期 可能我們一直沒有被修復 譬如說我們正常的皮膚 應該有一個修復的激轉 那如果我們長時間的曝曬 那皮膚的DNA 還來不及被修復之前 受到長期的破壞 那就有可能導致細胞的一個哀化 毒辣的紫外線穿透細胞表層 不但讓裡頭水分快速流失 更嚴重 還會讓基因損傷變成癌細胞 紫外線分成長波長的UVA 直接影響真皮層 會讓皮膚出現曬斑老化跟皺紋 短波長的UVB 則是曬傷的元凶 UVB會破壞表層細胞的DNA 長久下來就會致癌 我們真皮層的傷害 那真皮的傷害大部分就是色素增加 膠原蛋白彈力纖維的變性 變壞掉了 所以皺紋增加 那黑斑增加 那甚至長期慢進一直的傷害 傷害的力量大一點 它會造成皮膚癌的現象 容易晒傷的族群 首先是皮膚白皙者 因為缺少黑色素的保護 另外孩童角質層比較薄 容易預熱脫水 增加塞傷的危險 外出防曬油 對好兩個小時不差一次 膚色比較白的人 因為那個紫外線 會被我們黑色素所擋住 那黑色素比較少的話 黑色素細胞比較少的話 那太陽就直接照進去 我們皮膚吸收的紫外線的強度 也比較高一點 皮膚癌變前的風險 包括不正常的黑智增生 還有異常出血都要留意 毒辣太陽做好防曬 也是防癌的重要關鍵 巴辣新聞和平易李松原 採訪報導